主席 我就对智商同意 全行使的案件 做了一些了解的企图 那我看到的资料是这样 就是说从105年 我们的办法发布到现在 已经总共有63个案 完成了智商同意 对不对 那我就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累积到63案的时候 本席认为说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经验 我们也累积了足够的成果 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来做一个评估 跟有系统的研究 让我们在把它更进一步的法制化 或者是更进一步推动的时候 作为一个制度设计的一个基础 好 那但是我看了一下 我们有关于各地行使智商同意的时候 到底累积要保存哪一些资料的内容的时候 我发现 我们原民会要求各单位 就是我们的基层 他们所提供的资料 其实都是程序结果当中的机械性的资料 我们对于每一个案例的内容 以及它的过程 以及这过程当中的征点 相关的讨论 我们完全找不到资料 那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我们的办法的第二十条 我们要求部落会议要做成会议记录 然后会议记录的内容事项就在这里了 问题就在这里要改 来 二十条要改 主委 好 二十条我们看出来 总共就是九项要他们记载 这九项记载都是比较缺乏完整实质内容的机械性的数字资料 好不好 好 这个部分其实在地方政府都有 而且我们这边只有基本的数据 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请他们提供更完备的资料 主委 我希望你了解得更清楚 因为我们问了这两天的时候 地方政府能够提供的资料 其实他们告诉我们说 他们就是根据这个 他们的记录留存就是根据这个 最主要就是根据这个 所以回去赶快研议 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在法治上 一定要纳入我们的法规命令 要求他们要把足够的内容 好 保留成为一个资料库 好不好 在地方政府都有 只是我们严明会没有汇整 这个部分我们来汇整 好 来汇整 然后把这个法规命令也入法 好不好 好 那另外就是说 本席觉得已经六十三个案了 初步可以开始做一个评估研究 好不好 好 这里来进行 这个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本席就是还是关心文化资产的保存 好 那本席认为以台湾的历史发展来讲 原住民领域的文化资产 一定是非常的丰富 我们一定要大力的保存跟发扬 甚至于要让它活化 让它变成 其实就是两项文化元素 是本席认为台湾美丽 美丽文化的主体性的利基 一个就是原住民的文化元素 一个就是客家的文化元素 这两者的文化元素 好 这两者的文化元素 我们一定要在它流失之前 不但要抢救 要保存 而且要让它引导到我们所有的生活设计 让台湾的文化就是处处可见 就是这些色彩 这些生活上可以接触到的用品 等等 好不好 所以当我下来审视 就是说我们全国有关原民文资的数量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统计表 把这个统计表拿回去研究 有几项 有几项文资的保存 目前为什么在统计上 没有被归类为原住民的文化资产 而让它挂临的 一个包括纪念建筑 一个包括考古遗址 一个包括传统知识与实践 一个包括保存技术及保存者 这些都是挂临的 那另外 另外 你来看 考古遗址 其实是沙阳遗址 本席参与保护过 当时我的主张是跟现在的做法不一样 我是希望原址保存的 我不希望它被挖出来以后 然后变成现在的博物馆 那是我的一个痛 曾经是我一个痛 当我们看到说 史莎尔遗址 我们的祖先 他们的祖灵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就在他们的房子的后面 就安葬了他们的祖先 而且是夫妻 对卧对葬 当我们看到考古遗址 裸露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感动到山然泪下 当时我们所有保存的好朋友 就在那旁边 就看到都哭了出来 当我们看到说挖出来一个 我们台湾很可能是最早的 炼铁的 炼铁设施的时候 我们也非常的感动 但是我们失败了 没有考古遗址 那现在真的还是完全没有吗 我不相信 好我不相信 可是现在真的就是挂零 好 那我们来看 譬如说当我们的传统知识与实践挂零的时候 也牵涉到说 我们过去曾经 曾经想要见过一个条例 叫做原住民族的传统生物多样性知识保护条例 好 这个条例在民国96年 97年曾经送进来立法院 但是就这样子到现在也没有再被提起了 那今年这部分的预算也被简列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它的可贵在哪里 我们就举狩猎文化为例 如果以狩猎文化来讲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珍贵的文化智慧的保护的话 狩猎文化它作为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知识保护的项目的时候 你看看 它必须对动物生理跟生态行为要有认识 对动物出没环境的认识 决定猎区猎记跟猎捕的方法 对陷阱制作所用 植物及方法之认识等等 主委 这一切背后有一个动人的文化哲学在里面 智慧在里面 就是我们的狩猎文化是建立在跟自然一个和谐共处的平衡 的一个背后的哲学 所以我们有必要有这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知识 建立在我们的狩猎文化当中 作为它背后的哲学 如果我们有好的制度 我们真的很重视的时候 这些都不会流失 而且它会不断地被发扬 所以我就来看我们的预算咯 我就来看预算咯 我们文资相关的预算篇上 我们来看一下 原住民族文化维护与发展经费 总共编了五亿六千六百四十六万三千元 但是里面真正用在文化资产相关业务的预算 就只有三千三百八十三万元 主委 本期希望你们提高原住民文化资产保存的预算科目别 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预算科目别 把它当作单独的一幕 你现在这一幕里面放了好几亿 但是事实上用在文资保存的 你不知道说原来只有三千多万 好不好 那我再来举例 我再来举例 你看看有关传统工艺类 总共登录了十九个 十九个够吗 不够 我就举其中一个例子 譬如说木工 木工艺 我们在织品的时候 我们有好几个族的织品都有被保存 还有皮雕 柔皮的技术有被保存 但是你看看木工类就好了 我织品还保留了好几组不同的织品 因为图腾不一样 色彩不一样 我当然要分别指定 但是我木工呢 我竟然只指定了太亚族传统的男子工艺 其他各族都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木雕 在原住民的木雕 作为一个文化资产来讲 你要分别指定 还是说我就指定太亚族 一个叫木工类就够 不 不够 一定要分别指定 我们来看看这三个族的木工 还有木雕 排安族的祖灵柱 鲁凯族的祖灵柱 跟太亚族的木柱族 我们看下来 完全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图腾异象 不同的意义 要分别指定才对 所以这就是北溪所讲的 文化资产的保存 你一定要加强保护 好不好 目前真的是高度的不足 这是我们台湾文化资产 很珍贵的一页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好 好不好 必要的话 我的办公室在全台湾 就是保存文化资产第一名 我们保存了将近100个案件 你看那个华山是我保存的 整个华山是我把它救下来的 整个新北头是我们把它弄下来的 现在的台铁机场 是我们抢救回来的 太多了 必要的话 我们都可以来协助 如何下去做普查 如何去建立 全国的灯塔我们下去普查 全国的灯塔 我的办公室下去普查 光要普查这个灯塔 我买了一个十几万的摄影机 做了一本厚厚的报告给文化部 好 我们可以帮忙 好不好 好 最后 最后 这些资产保存 我的理想是什么 我要让它融入我们的生活 好 我们看香蕉丝就好了 日本的芭蕉丝 我去访问过平良名字 百岁人瑞 它是用人间国宝的制度把它保护下来的 我们没有 我们只有指定为文化资产 但是我们没有用像人间国宝这样的制度 没有 好 那用在生活中 有吗 有 冲绳的芭蕉丝的资品 融入他们的生活 是相当成为一个特色的 好 那 我为什么说 原住民的文化元素 跟客家的文化元素 融入我们的生活的重要性 你看这个 这个是出国访问的时候 用来送给国宾的礼物 这么简单 可是这么美丽 一个原住民的图腾 一个很简单的织法 但是美丽的色彩 经过一个设计 它的艺术水准是这么的高 就这么美丽 这是 这是 用来送给国宾 的礼物 我们各部会 我们各级政府 用来送给国宾的礼物 有用我们 原住民文化元素的礼物 有吗 有很普遍吗 我们做出来了吗 好 每年 定期 一定每年要办 就是去鼓励 用原住民元素 做生活设计的活动 提供所有有创意的设计家 就提供他们一个平台 让他们来展现他们的设计 给他们 给他们资源 不断不断的 不断不断的 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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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说不定我们真的就会弄出 弄出台湾文化当中美丽的未来 好不好 所以从文化资产 然后让它活化到 引入我们的生活 这个理想是做得起来的 是做得起来的 然后要在 要在这些文化元素流失之前 我们赶快把它做出来 好 谢谢主委 谢谢 谢谢委员的指教